五十年前的英国女孩有多开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面对街上男人的闲助手,女孩笑着花极烂残 这表示自己有魅力啊 不过一回头,她就拒绝了男友的求爱 没结婚就那个,是要被天赋而惩罚的 哦哦,有点意思啊 这还没完,一个蒙太起镜头 看着画上的动作,女孩学的有模有样 今天按据的全球首发 看了1972年英国恐怖电影《处女巫》 版篇无肉之番,蓝光剪辑 这两个花极少女是姐妹 被摸了屁屁的是妹妹贝蒂 已经有了一个工具人男友,马德 大姐蒂娜更是欧本 看到杂志上招聘兼职模特的广告 想都没想就去报了名 公司的大姐问她要磨卡 可她没有啊,那没事,可以现拍 看着镜子里女孩青春的动体 大姐露出了诡异的一笑 拿着尺子去帮她一凉 36D,嗯,不错 但表面上还装得见多的样子 回到了座位,她踩下了机关 电话响了 大姐故作很惊讶的样子 什么,明天 我到哪里去帮你找模特 电脑一听,有戏啊 你看我怎么样 虽然没拍过,但是我好绝压 大姐话分一转 那可是我的大客户 而且拍摄场地也在乡下 让我考虑一下吧 用脚趾头都能猜到 后来大姐肯定为难的同意了 周末的一大早 大姐带上两个女孩 穿过了秀美的郊区美景 来到了伦敦郊区的一座老房子 摄影师法克迎接了他们 还有一个脸色阴沉 看得像别人欠她钱的女佣 贝蒂没有在意 能摆跑一个周末的免费度假 这一点白眼无所谓 大姐带女孩参观了花园 好家伙,这简直就是一个庄园啊 一大片花的海洋 房子是她朋友的 平时不怎么来 空闲的时候就借来拍照用 大姐试探着了解到 Dina目前没有男友 这一点她很满意 回到房间 梁姐妹开始放飞自我 这么棒的地方 真是爽呆了 Dina的工作也挺顺利 面对那么可爱的法克 清凉一点当然没关系啦 很快,她就是大明星了 贝蒂不会错过度假的每一秒 安逸的躺平就挺不错 什么声音啊 叮叮咣咣咣的 来说牛奶的小伙 眼神直勾勾 贝蒂吓得窜进了房子 哎,你这个剧情不按套路走啊 贝蒂感觉这个房子怪怪的 到处透着一股神秘的味道 她好奇地走进地下室 那是一个轰样的房间 鬼的雕像 着实把她吓得不轻 一回头又是一个 哎哟,一脚窜了回来 大姐假意安慰了一番 她来到外面透透气 又碰到一个阴冷的男人 吓得连连后退 大姐问她是不是见鬼了 贝蒂一个转身 装晕了过去 悠悠地醒来 眼前思想的男人自我介绍 她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安波医生 那个送来的小伙 脑子有问题 至于猎人吗 是她的邻居上校 谜题解开了 贝蒂把心放回了肚子 房子外的小树林 拍摄已经告一段落 阴沉脸的大姐 看到草坪上的好气 医生暴怒 打断了一对野鸳鸯 法克慌乱地去见她 留下了笑个不停的女孩 大姐让她拍摄就好 收掉那恶心的爪子 法克满脸的郁闷 她有情,我有义 这没什么呀 听了医生的建议 贝蒂去泡个澡放松一下 墙上的雕塑 缓缓地转动 莫插 是医生 可鬼精的大姐很快喊了停 女孩都是有用的 不要去动那个色性 看到姐姐回来 贝蒂告诉了她那些怪人 蒂娜毫不在意 有钱人吗 总会会怪那么一点 晚餐的时候 医生说的话 让人大跌眼睛 她不信天主 不信基督 唯独偏岸巫术 看到女孩们 淡到了双眼 她解释道 不是传说的那种黑魔法 而是白魔法 让人善良 使人快乐 蒂娜关心的是 能不能得到money 医生把她带到地下室 告诉她 只要你愿意屈从欲望 那就能得到大把的money 蒂娜的嘴角微微翘起 那表示 她很愿意 当晚 孤岛的仪式开始 大姐和医生 一看就是老大 白天看到的人都来了 蒂娜乖乖地听从摆布 亲吻了匕首 贴在两个人中间 大姐帮她抹上神油 医生再次过来 亲吻耳垂和嘴巴 匕首高高举起 蒂娜的眼睛里 丝毫看不到害怕 猛然落下 呦 虚惊一场 当然 她们最终还是缠她的身子 天已经很亮 蒂娜才醒了过来 什么情况 可以想到 马上要成为有钱人 她就宽了心 偷偷地溜出了房间 身后 大姐的眼睛也诡异地盛开 事情渐渐偏雷的轨道 想要做个模特的想法 完全被她抛到了脑后 自己成了一个女巫 很快就要踏上人生的巅峰 法克反倒成了局外人 她的劝解 对于蒂娜来说 那是一点用都没有 既然已经入了火 那下一步 当然是要发展下线了 还有谁呢 近在眼前 她的妹妹贝蒂 电影这个时候 切到了贝蒂的男友马德 在知道她去了摩托公司后 一直有点魂不守舍的 偷偷地去公司查了 果然有问题啊 拍了照片一点都不正经 她火急火燎地 开车赶了过来 诡异的是 经过了昨晚的祭祀 蒂娜已然会了一点通灵 感受到了马德的到来 她要求贝蒂答应她 过了今晚再走 小情侣相见后 击杀地说个不停 可很快就回到了老问题 她不想随便就那个 也答应了今晚留下来 男友苦苦哀求 贝蒂刚也得动摇 姐姐的念力就来了 原来 她刚才偷偷地翻了医生的魔法书 控制力飙升 贝蒂乖巧地朝房子走去 只留下了傻掉的男友 团伙内部也不怎么团结 大姐明显想要单独控制蒂娜 可她傲慢地侧过脑袋 只要她拉到了妹妹这个下线 那就不必再听从大姐的指挥了 她也想到了一招 掏了大姐的照片 按照书上教的 用念力将她烧成了灰烬 瞳孔瞪的好似要裂开 她已经完全入了魔 吊诡的是 照片上大姐的笑容 瞬间变成了痛苦 大姐的身人 也难受得不停爱好 电打假意前来看望她 大姐明知道是这个女孩做的 但拿她毫无办法 唯一的底线是 不能交出今晚祭祀的主导权 为了安抚下妹妹 她用一年控制了马德 让她开了回来 没跑了 她也成了下一个马仔 今晚的祭祀放在了花园 熊熊的篝火旁 搭起了传统的祭台 大姐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蒂娜被破个提升 成了今晚的女祭祀 和昨晚一样 神情待至的背地 被送到两人面前 刚准备要开始的时候 面容哭高的大姐还是来了 她用眼神逼退了女孩 可她还是小看了她 一番念力搏斗下来 大姐连脸后退 躲开老远 蒂娜如愿以偿 帮妹妹涂满神油 医生刚想如法炮制 蒂娜就喊了停 那古老的面具竟然活了过来 在大家伙面面相觑里 面具也被揭开 好家伙 是马德 由她来完成祭祀 蒂娜就能获得最强大的力量 意外发生了 看到大姐这么痛苦 医生竟然临着倒戈 偷走了蒂娜 马德瞬间清醒过来 抱着了女友 蒂娜把妾都杀到了大姐身上 随着她一刀刀刺向地面 大姐发出了激烈的惨叫 从台阶上一头栽倒 等到马德听到动静走来 大姐已经当场隔壁 蒂娜用眼神带走了信徒 缓步地走向她的新家 嗨子 底音就说 一部反常规 构思奇巧的女巫电影 摒弃了诱惑 祭祀逃跑了老路 让女主 从一个野心少女 逐渐蜕变成了大祭司 1972年 英国恐怖电影 处女巫 剧情三颗星 卡斯四颗星 哇塞四颗星 综合评分三星半 值得一看的现代女巫电影 我是艾伦 我是雷克斯 我们在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